Hello,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前兩天我們拍了一條很實際的Band這個樓盤片 只和大家在家的辦公室看樓盤 我們今天來到這個showroom Band這個項目在North Road Berquillum有一個showroom 發展商是townline 它也是一個自己去管理整個sales team的公司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sales center 會有一個建築模特兒 稍後跟大家看看 我們先進去和大家看看 大家最關心的示範單位 這次發展商做了一個示範單位 是兩房兩次的 大家可以看到後面這個 就是一個類似一房廚房的Vineyard 可以看到兩隻color scheme 大家在挑選顏色深淺色系的時候 就有一個實體的效果 不如先進去看看一個大一點的示範單位 這個兩房兩次其實是一個746呎的兩房 它的plan是21樓開始就有了 也是一個corner unit 這個corner unit的跡 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它真的沒有什麼走廊 有時候我們看到很多corner的單位 會有長走廊 這個就沒有了 門口開門進來轉個彎 已經開始是很實用的空間 剛才漏了門口一個位置 這個呢 是一個niche 發展商特地很細心地做給大家 放鑰匙、銀包、幾支筆 甚至你還有充電器 有一個USB 所以如果你有一些小一點的iPad電話 都可以充電 這個niche到時交流標準會給你 但這些白色一條條就是設計 到時是牆壁 進來之後 右手邊就是第二個洗手間 即是客廁 進來就帶鏡 然後有一個Sink 洗手盆下面 Quote的石英檯面 然後下面都會有兩格的櫃桶 它的顏色配搭 都是白色檯面 這些長身白色的磚 然後是木色的櫃 還有一些黑色的handle 黑色的水龍頭 挺型的 包括上面那條桶 後面毛巾也是黑色的 這個就是浴缸的配置 主人房是Shower Stove 待會再跟大家看 連上面的水龍頭 花沙頭都是黑色的 對著洗手間 這一邊就是laundry space 就是Stack up Samsung的Condo size 洗衣機乾衣機 門可以關上 所有門的handle都是黑色的 已經兩步進來黑飯廳的空間 這邊是廚房 Kitchen space加上dining area的位置 其實因為剛才大家留意到門口 進來沒有空間 衣櫃其實放在這裡 它做了跟這些廚櫃一樣的設計 整件事就完善一點完美一點 裡面有空 下面多一格可以放鞋 上面還有一格的頂櫃 然後這裡的鞋櫃之後 這邊就全部是廚房空間 我們首先看到現在是兩房單位 它的電器配置那些都會是30吋 包括雪櫃Foga Mileno 是它雪櫃的牌子 30吋的雪櫃 上面是雪櫃 下面是冰櫃 裡面還有一格小的櫃桶 旁邊這裡 今次我覺得它的微波羅房 在中間都挺OK的 尤其是大家用開微波羅 就比較容易用 不用石烏 然後上面就是儲物空間 都挺深的 跟廚櫃一樣的深度 下面打開也是儲物空間 我們來看看廚房這邊的顏色配搭 今次我來到一個showroom 覺得比較換言一心的就是 它的色調配合我覺得做得不錯 亦是跟現在大部分樓盤有些不同 就是它backslash的顏色和countertop的顏色不同了 因為現在我們健康的都是 這裡是白色cloth 這裡也是白色cloth 這裡也是一體色 我們今次看到四重的對比色彩 由頂櫃是咖啡色 然後backslash是深灰色 有些白色的專紋 然後cloth的檯面白色 櫃白色 配黑色handle 地板是木色 那個對比都挺和諧 挺舒服的感覺 好了 我們看完顏色說了很多 然後我們看到櫃底有燈 然後這些全部都是不同的櫃空間 這邊都有很多 那現在我們的樓底的話 這個 unit的樓底 大約是八尺十寸高的 但是廚房又drop down 是會低一點的 沒有足尺的 但是它的廚櫃都做到頂 我們又看一看轉角位的那個空間 那它是怎樣去設計的呢 它是將那個門設計到全部可以打開 這個是開到最大的size 所以它裏面沒有轉盤 但是大家其實都可以很容易 這樣去擺東西和拿東西 好了 之後我們看看它的爐頭 爐頭30寸的gas爐頭 還有30寸的焗爐在下面 這個牌子就是Bosch 這個也有燈的 可以開給大家看一下 先關上櫃子 現在看到長身也有些不少的電掣 準備了在這裡 這些電掣的話 也是配了灰色的box 跟這個磚的圍和感不會那麼厲害 不會白色一塊很突厚 這邊也有充電掣 有些櫃桶空間 白色的櫃桶 櫃桶裡面還有一個小櫃桶 下面那一塊大一點的 細手盆下面 它的空間打開了 是連著一個垃圾桶的圓形 這樣方便大家用 進去之後它又自動蓋上蓋子 打開後不用用手再開蓋子 水龍頭奔下來 整個是黑色的 洗碗碟就是這邊 它用的跟雪櫃一樣的牌子 就是Folgan Milano 廚房空間看完 到這邊就是客廳 客廳的空間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玻璃窗 包括這塊下的窗 給大家看效果 也是窗 這些遮掣都會在膠樓的時候 給大家有 在空間可以放到L形的梳化 也有一個足夠的尺寸的電視牆壁 可以給大家掛到大電視 就算你放了一個電視櫃 你走出去這個sliding door 出露台也不算太左 選擇窄一點的櫃就可以了 我們又可以出來看看露台的空間 這個單位的話 它兩房兩次 有一個wrap around的露台 一路可以是走完整個客廳的感覺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交樓標準 外面很多我們看到的發展商 它的露台欄杆的高度 大約42吋左右 這個42吋左右的話 它就會讓大家坐下來去看風景 例如我現在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的眼睛水平線的位置 剛剛好就是會看著這個欄杆 所有的風景都一分為二 發展商跟我說他們 Town Light會把欄杆的高度提升到48吋左右 即是高了6吋左右 這個高度 令你坐下來的時候 它可能是到這個位置 你看出去的觀景就比較完整 同樣還有一樣 安全性高了 你沒那麼容易感覺會掉到街上 位高的朋友可能會好一點 另外一樣可以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有關於天花板的finishing 大部分的condo 我們都會知道 其實它的finishing是水泥樓 所以上面是一個水泥concrete 混型土 混型土之後 向下就會滑一層灰 這個灰的厚度通常很薄 可能兩分左右 之後就會在上面油油 白色finish 這個造工的方法 就會令到將來交樓的時候 你會發覺剛住下去 半年一年就會出現很多不同程度的裂紋 譬如我們統稱叫做settlement 當然這些其實不是一個major的事件 很多發展商都會提供 在固定期間補回 但Town Light就盡量不希望有後續的工序 所以他跟我說了他們的天花板 他們的finishing 除了concrete之外 還有一層drywall 大大減少了將來在交樓之後 出現各種各樣的settlement和crack 這是今天得到比較有用的訊息 我們去看看兩間房 先看了second bedroom 現在發展商將second bedroom 就佈置了好像是小朋友房 其實這間房的size 深度我覺得這樣佈置完反而小了 因為其實他又做了一個突出來的櫃 大家其實看的depth是去到這裡的 木色版的位置 所以這裡屈進去已經放了一個單人床 大家如果想放雙人床 放到這裡也有足夠空間 這邊也有窗口位 衣櫃就雙門 躺門衣� 我們去看看主人房 這個設計是兩間房間分開的 互相之間的噪音和干擾就會少些 進來主人房的位置 這邊現在發展商放的就是queen size床 這邊有窗 一片大玻璃 然後兩片小的下面可以開窗 一樣是躺門衣� 我們看看主人房的洗手間 有沒有留意到來到這個洗手間的地磚深色了 剛才我們看的客廁是light color 但是櫃的木顏色是一樣的 磚都是白色的 有個medicine cabinet在座廁上面 毛巾架在我後面 而這個shower stove也很有型 無框玻璃配所有黑色 黑得很黑的 然後還有一個水龍口 這邊有個尺寸 整個尺寸都是黑色的 而且這幾面都是金屬材料 感覺很酷 包括這些架位都是黑色的 我特別喜歡這些黑色的東西 一層房的廚房大致上是L shape 這個dark color scheme的話 主要的分別其實是地板的顏色 明顯是深綠色 還有它上面也做一個 matching color的櫥櫃面的顏色 而它的back splash 其實大家看現在看起來 都是深灰的 黑黑的 其實它比剛才淺色淺一點的 所以做了一個對比效果出來 幾層不同的顏色 它的back splash材料是Tiles 但是是大片的磚 這裡是這樣為止一塊 所以都是幾塊的 磚縫都很幼的 用了相同color的finishing 就不是很角的 而它的檯面都是quartz 白色的 櫥櫃面下面那一層都是白色的 也是整體有一個 挺nice natural 即是wood color的效果 一房的話 雪櫃、廚房電器的牌子是一樣的 但尺寸就會小一點 雪櫃是24吋 焗爐、burner的話 全部都是24吋 譬如說這個就是四個明火煮食 下面這個bosch也是一樣 是bosch 小一點點 去看一看building model 大家可以了解多一點 有關於我們這個項目的座向等等 我們看看這邊 方向的話 前面是北邊 這條是north road North road就是有sky train那條路 North road是由南向北向上斜 然後這一邊就是whitingway whitingway就是內街少少 那residential building的入口 就會在whitingway進去 車入就會在中間的西街 Sherford Avenue 就會有個parking area 大家就可以轉進去停車場 這個building的外觀和樓層和大家分享一下 它總共45層樓高 住宅的話在四樓去到44樓 45樓已經是會所設施 等一下就和大家分享 大家看到它整體的外觀挺有型的 外面的color就是黑色和白色相間 近whitingway主要都是黑色的 好像concrete的style 很cool的 進來這邊 去到north road那邊 就是多些白色的位置 整棟建築的話 我們現在說一下會所設施 會所設施主要分佈在三樓平面樓層 這也是TOWNLINE的發展商 在這個項目中比較重視的一件事 希望他住在這個building裡 無論是Johard還是自己自住的unit 都會住得舒舒服服 我也是見過同區樓盤裡 做得比較好的回所 它有一個室外的游泳池 這個泳池長度是82呎左右 深度是5呎左右 最深的位置 游泳池之外 旁邊還有很多坐的地方 也有一個小房子 進去就有steam room sauna 吉之室 洗手間等等 這裡是中央area 大家可以在這裡逛逛 小朋友可以玩 踢到音波 不是 打給音波 接著這裡是gardening 前面這幾間是townhouse townhouse的入口是whitingway 但都可以在會所這層出來 然後下面大家可以看到 玻璃房裡面的全部都是gym 這裡有幾大的gym room 會所設施的話 除了在這一層之外 還有樓頂45樓的 好像roof top lounge 和roof top garden 其實大家都知道 Burkwitlin 是一個核心發展的area 所以大家買Bang這棟樓 如果想看一望無際的永久景觀 難度真的比較高 因為旁邊附近都有樓 也是一個高密度的地區 將來會越來越成熟 所以既然單位裡沒有怎樣看見 發展商都希望整個最高的層 不要做hand house 直接去做roof top的一些東西 讓大家平時不用預約 就上來看看景色 和朋友聊聊天 有需要的話 也可以預約派對 room 和朋友一起去開派對 我們先說一下建築 大家看到 除了這個樓高45層的建築 還有一個建築 這就是發展商 根據市政府的要求 是做的rental component 這個rental building 有自己的獨立入口 會share三樓的會所設施 另外 大家看到這邊 這邊下面 會有一些time house unit 是兩層的 地面可以進去 有一些比較漂亮的前縣 另外一個access 就是去剛才的平台花園 然後這裡一住 都會有很多time house 門口進去的位置 就會在這裡 地址是668 Whiting Way 大家看到是高樓底 落地玻璃 加上很多water features 和植物種住 大家進屋的時候 就有一種比較高檔的感覺 我們去看看戶型的分佈 其實整個建築的跡都很減結 大部分都是四四方方 很容易明白的 我們由最大的單位先講起 我記得我出了上一條影片的時候 大家馬上很關心這個lock off switch 說覺得可以分租 又多用途 受歡迎程度很高 差不多10個電話打來 有六七個都說想要lock off switch 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能要快一點 因為真的不多 只有三十幾個單位 因為lock off switch 不是去到四十幾樓 是去到二十樓 每一層樓是兩個 這邊是向北 東北西北各一個 所以價位的話 我知道我上一條影片 用發展商那張價單 第一張價單 就九十萬美可以買到一個 應該那些是最低樓層的 所以大家正常上 你可能想十多樓 或者最少八樓的話 預算要預算一百零幾萬 甚至去到八一 你拿到一個機會才會大一點 因為真的沒有在其他項目去見過這個 我們說回lock off switch的設計 其實lock off switch的話 這一塊白色的就是那兩個單位 這一塊就是東北角的lock off switch 這一塊就是西北角的lock off switch 這一邊過去就是西北角的lock off switch 一樣的floor plan 只能去到十七樓 十八、十九、二十樓都會是特色單位 有少少不同的質跡 大家如果想看那種質跡的話 如果我上單的網站 我已經上載了上去 那這一邊是lock off switch 一房單位的話 就會夾在不同地方的中間 因為它的角落全部都是兩房 或者是lock off switch 這個會是最大的一房單位 5812呎 一房加一個釘 也是很實用的floor plan 門口進來 已經是我們剛才看的 那個dark color scene的廚房 有足夠位置的dining area 就是一點都不屈質的 旁邊有地方可以走路 然後就是客廳位置 足夠有放電視牆 這裡還套進去一個位置 就是大家放電視櫃 也不會阻礙到你出去 然後這邊有個釘 這裡是washer dryer 洗手間入房 好像套房一樣的感覺 這個單位的話 582呎 因為它是一房一釘 大家如果有車位的話 就應該是接近七十多萬 或者七十萬左右 開始作為一個staring price 因為它是一房加釘 大家的預算 如果想預算小一點 就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一房單位 小一點的 520多呎 沒有釘 那麥心就小一點 六十多萬便可以買到 甚至如果考慮不要車位的話 五十萬左右 都可以有一個一房單位 最後跟大家說明之前 跟大家補充多一點 有關於lock off suite 因為我上次有人問過 就是lock off suite 這兩道門進來 我需要自己交流之後 再去裝鎖嗎 是不需要的 我已經問過發展商 確認了這兩道門 是有自己的鎖的 到時會有鎖和鎖匙給你 另外這房間 是分隔了lock off suite 和主要單位的 這房間的insulation standard 會和其他單位 黏在一起的牆一樣 希望做到更好的隔音效果 我們說了很多lock off suite的優點 還有一件事要補充 就是車位 這單位發展商送一個車位給你 但如果大家想多買一個車位 現在暫時有quota 可以多買一個 價位大約是四萬五元左右 我們繼續說缺點 大家要留意 雖然是貌似攝影機 但廚房是比較小的 即不是攝影機 可以做到全大小的雪櫃 還有爐頭 還有洗碗、碟機、焗爐 它沒有的 它主要是一個洗手盆 一個去到腰 好像bar、bar、fridge 有一個小的fridge 還有一個2 burner的爐頭 足夠一個人 平時通常出去吃飯 偶爾煮一下公仔麵 但當它是一個一座房租 去收租的話 就不是很現實的想法 即是你要預算這個租金 都會不錯的回報 因為Givenning可以分開 但當它是比較便宜的租金 會比較現實的計算 現在售楼中心已經準備好了 下個星期可以進來看 所以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上我的網站 可以用carrywhite.com slash band 填一張表報名來參加 現在來到Band的實地 去看一看樓盤現場的情況 還有它的周邊環境是怎樣 天氣很好 我們現在這個是內街 這條其實是whitingway North Road就在外面 方向的話 我的後面 這幾棟樓是南邊 正南來的 South facing Band有分開兩棟樓 一個是Residential Residential那棟樓會靠近南邊 另外那棟Rental就北邊 稍後再給大家看 南邊的話 其實對得比較正的 就是這棟Bosa起的Low Heat Height 這個已經是現樓 都有很多成交交頭 這棟是比較危險的 大概30樓不到左右的高度 然後它的東南 Corner 這一邊 都繼續是Low Heat Height 兩三棟 那些是高一點的 但它們中間都有些洞 所以就算是買東南 Corner 你看出去是會看到樓 但又不是全block的 這邊就是向東 現在向東是這些矮層 你說將來它有沒有Potential 或者它的松寧 找不允許它再起高樓 是一定允許的 只是現在還住人 未有下一步行為行動 然後這邊我現在向前往 已經向北 即是說你前面這棟是Rental Building 但它和主樓有少少錯 不是正北 向北 東北 Corner 這邊是有樓 已經有天秤 在這裏 這個就是Presidia的樓盤 然後再前一點 正北邊 過了前面的馬路 那個位置 那個工地 就是High Point High Point 高一點的 52層樓高 Presidia矮一點 29、30樓左右 那邊就是正北 大家可以看到Sky Train軌道 那這一邊 大家如果問我 我真的想要開陽景觀 那向西 那向西的話 你的缺點 就會是近Sky Train軌道 所以你會 噪音會大些 尤其是低樓層 但如果你買到 十幾二十幾 三十幾樓 就已經好很多了 那現在看西邊 其實它建樓的數目是很少的 沒有什麼高層 主要都是樹為主 好 希望現在實地的 看這個location 會幫到大家